谢谢 第四位是黄冠宇 冠宇 丁选好了吗 好的 好 谢谢 第五位是黄寿满 寿满 丁选好了吗 好了 好 谢谢 第六位是周雅慧 雅慧 丁选好了吗 好了 谢谢 好 谢谢 那下一步是观众的规则 因为今天我们是用直播的方式 所以观众这边基本上 不会出现以下的问题 那首先我想确认参赛者 刚刚都已经确认 都已经到场了 那接下来是唱名的规则 首先我会先称呼参赛者的号码 接着是你的姓名 然后你的演讲题目 再重头来一次你的演讲题目 参赛者姓名以及号码 举个例子来说 我会唱名 参赛者一号 温冰冰 我喜欢演讲 我喜欢演讲 温冰冰 然后我说你可以开始演讲 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演讲 好吗 那关于时间规则的部分呢 我们的整场比赛 每一位参赛选手 会有五到七分钟的时间 那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呢 当计时员从参赛者和观众 发生明确的沟通时开始 就会开始计时 通常是当参赛选手说出第一个字 或做出第一个明确的明显肢体语言表达开始 我们就会开始计时 那接下来我想先请计时员配合我 来做举牌的动作 好 假设呢 现在我们的演讲选手 发表他的演讲到五分钟的时候 会举绿牌 谢谢 好 那这个绿牌会一直举着 举到六分钟的时间 我们会换黄牌 谢谢 这个黄牌会一直举着 举到第七分钟的时候 会换红牌 谢谢 谢谢我们的计时员 就大家请务必注意 这个红牌会一直举着 直到演讲结束 那整场比赛的过程当中 超时是没有任何响铃提醒的 而且如果你的演讲时间少于四分三十秒 或者是多于七分三十秒 你的参赛资格将会被取消 就是请大家务必注意的 那在这边我们会特别建议参赛选手 在演讲结束的时候呢 给予一个明确的结束讯号 避免计时员误判演讲 然后继续计时 比如说你可以说谢谢比赛主持人 这样子 或者是还给比赛主持人 这样我们就知道你的演讲已经完全结束了 那这边我想先请计时员帮忙 就是演讲结束之后呢 会有一分钟的静默时间 那可以帮我们 好谢谢 谢谢计时员 好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 呃出来之后呢 是不可以发出任何的声音的 好 那接下来我来讲解一下演讲区域 因为我们的比赛是全线上的方式进行 所以呃 请各位参赛选手尽量保持在镜头的范围内 那如果你不在范围内 虽然不会被取消比赛资格 但可能会影响裁判对于你的评分 因为他可能看不到你的肢体语言或面部表情 好 那我们也会建议参赛选手选择在镜头前面站着或坐着 然后可以确保你的声音能清晰的收进麦克风 那也刚刚我们进行过测试了 基本上大家都不会有收到回音跟杂音 好 那接着是拍照和摄影的部分 在呃 整场比赛的过程中是不可以拍照跟摄影的 那但是呢 我们官方会进行一份录影 主要是为了帮助 假设我们的裁判 他不小心掉线了 然后又没办法出声音或者是打讯息 让大家不小心知道他的身份 那我们就会调看这个官方的录影带进行补评分 好 那这是关于拍照和录影的部分 那当争议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基本上呃 除了各位选手或者是评审 可以针对呃 各位参赛选手的参赛资格 以及原创性提出争议以外呢 我们的参赛选手 是不可以佩戴任何关于Toastmasters字样 或者是国际演讲会标章跟标志 对 然后呃 我们的针对演参赛选手的原创性 或者是参赛资格有任何质疑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在最终比赛结果公布之前 向我们的裁判长或我们的比赛主席提出争议 但是如果是你在比赛结果宣布之后 才提出争议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是不作数的 好 那我们针对于 提出争议这个部分呢 只有裁判和参赛者是有权提出争议的 请大家就是了解一下 好 那针对技术故障怎么处理 如果出现技术故障且影响到比赛 请马上打电话给我们的比赛主席陈鼎元 那这是他的电话号码 请各位参赛选手记录一下 我们昨天彩排的时候 有请各位参赛选手记录了 那我想确认一下秀满 秀满这边帮我记一下 那好的话跟我说一声 谢谢 有了 记录好了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如果各位参赛选手发生技术故障的话 我们会立即宣布比赛的暂停 直到这个演讲者的故障被排除 那这个排除是有时间限制的 如果你的故障是在三分钟之内能被解决的话 那就请各位参赛选手从打断的地方继续你的演讲 并且你有额外30秒的测试的时间 那如果你的故障解决时间呢 是没办法在三分钟之内满足的话 那会由我们的裁判长宣布取消比赛资格 那大家也务必了解一下 整场比赛的终止或重启 都是由我们的裁判长这边进行宣布的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抽完签了 这是今天的抽签顺序 我跟大家确认一下第一位参赛选手冯海明 第二位参赛选手林昌正 第三位参赛选手房凯贤 第四位参赛选手黄冠瑜 第五位参赛选手黄秀满 第六位参赛选手周雅慧 好 那这个部分大家都确认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进行比赛 首先我想先确认我们的裁判是不是都已经到位了 我会喊就是裁判一号二号三号这样顺序 那请准备好的裁判在我们的聊天室帮我打上OK 好 裁判一号 谢谢 裁判二号 谢谢裁判三号 谢谢裁判四号 谢谢裁判五号 谢谢裁判六号 谢谢裁判七号 谢谢裁判八号 谢谢裁判九号 裁判九号在吗 好 我先跳过 等一下回头 裁判10号 谢谢 裁判11 好 9号也OK 裁判12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裁判团队 那我想先跟裁判长确认一下 是不是大家都OK 如果您这边OK的话 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就是 暗号 OK 好 谢谢 那参赛选手 是不是大家都准备好了呢 可以打开麦克风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了 谢谢 好 那接下来我要宣布 2022年度67大区 国语演讲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让我们邀请 摊赛选手1号 冯海明 决定人生 决定人生 冯海明 请开始你的演讲 今晚想来杯什么酒 詹姆斯旁的马丁尼 其他爱情的玛格丽特 还是奔放自我的海尼根 是的 十年前的我 在澳洲是一位帅气的酒宝 而我的工作 就是把身材缤纷的酒水 摇出一杯杯 令人流连忘返的调酒 每当聆听到客人 不同故事之后 我总是能够摇出 适合他们的调酒 除了让我更了解澳洲文化之外 当然 也让我赚进了不少小费和薪水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澳洲 爱不释手的原因 其实在澳洲之前 我在台湾 是一位刚出社会的新鲜人 有一天看着报纸写着 在澳洲工作 月入失望 还可以度假 想起台湾的起薪 让人心酸 还不如到澳洲 赚澳洲的薪水 让人心欢 于是我打包行李 只身飞往了澳洲 到澳洲工作之后 当地的老板跟我说 他没看过像我这么 好学的员工 同事 没看过像我这么 好学的新人客人 没看过像我 这么好客的酒宝 三个月过去了 好心的老板跟我说 戴伦 我们决定帮你 办理一张工作签证 哇 老板愿意花20万台币 六个月时间 请为律师帮我办理工作签证 而我是需要为他工作满四年 我就自由了 我展开我的澳洲人生 2008年进入海啸风暴之后 我在台湾的朋友 一个一个失去了工作 他们纷纷转向在澳洲工作了 我寻求转机 而我总是沾沾的自喜 跟他们说在澳洲工作轻松 和自在 而我也确定我的未来 是在澳洲 不是在台湾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不断有当地的新员工 来到吧台 他们流利的英语 还有社交能力 使得老板和客人 都喜欢他们的新鲜和幽默 我每天认真的练习调酒技巧 熟练的备受英语表单 甚至夜深人静独自练习英语表达 但他们的英文还是比我好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不需要工作签证 而我现有签证也即将到期 焦虑感油揽而生 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个弃子 随时都可能被取代 努力在天分和现实面前 仿佛一无是处 我决定主动询问老板 工作签证的进度 而老板总是冷冷地回我 再冷冷吧 我们等律师的回复 我的努力 我的热情 在签证一到之时 终将化为灰烬 因为我势必就得离开 每天下班 不是写信给律师 就是查询工作签证的进度 甚至寻求别人工作签证的分享 但最后最后的决定 都还是在老板身上 这样也连带影响我工作情绪 我不再是那个好学好问 好客的酒宝 而是一个只剩没有灵魂 只剩躯壳的行尸走路般的 做着我的调酒 我进入我的失魂人生 有一天晚上我工作的时候 当晚客人众多 有一位酒客 耐不住性质的 频频向我要酒 并且拍打桌子 我的酒 怎么这么慢 他变大手一挥 把包台上的酒 全部扫到地板上 而波及到其他酒客 引起酒客不满 进而产生互相谩骂 甚至变成斗殴 我要过去阻止他们的时候 因为在推积过程当中 我的手不剩 被划伤了 我随即跑到吧台 拿起电话 打给老板 叫了警察 事情才终于平息 当晚下了班 我回到了住所 我关起了房门 我卷曲在房间的角落 捂着被划伤的手指 站斗了问我自己 为什么 我会到这样的困境 为什么我所有的事情 都要由别人来决定 我这划伤的手 就如同我划伤的心 难道我不能 决定我的人生吗 各位会有 你的人生 就如同我那样的情境吗 所有事情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你和我一样 便把别人的大手一挥 就决定你的人生吗 我鼓起勇气 我告诉我自己 我人生掌握在我的双手 我要拿回我的人生 我要决定我的人生 隔天一早 我打包了行李 向老板递了驰骋 向同事到了别 跳上机车 来到了机场 搭机 回到了台湾 回到台湾之后 出机场大门 我告诉我自己 我要决定我的人生 我要决定我的饭碗 我决定先来一碗卤肉饭 好久没有吃了 十年过去了 虽然我在台湾 没有拿着澳洲的薪水 澳洲的签证 但在台湾的我 同样是拿着新欢的薪水 但更重要的是 我人生决定权 从别人身上 重新拿回到自己身上 我决定我人生之后 我做着我喜欢的事情 我教英文 并且斜杠开车英文补习班 参加马拉松路跑团 参加Toastmasters 有空的时候 带我老婆环游世界 我决定我的人生 我决定我的色彩 而我感到骄傲 各位会友 你们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 你可以放进 属于你的鸡酒 就是你自己 水果就是你的梦想 果汁就是你的笑容 把它调配出 不仅是一杯色彩缤纷 也是属于你人生 故事之味 的一杯酒 主持人 贪散选手2号 林昌正 勇敢走出去 勇敢走出去 林昌正 请开始你的演讲 你有害怕的事吗 有的话 很正常 我就是 害怕走出去的 林昌正 从小 我的声音就比一般男生高 总是吸引他人 异样的眼光 所以我害怕走出去 跟小朋友一起玩 国中时 同学因为我的声音 给我取名叫 娘娘秋 所以我非常害怕 走出去 和他们交流 我常在想 为什么 别的男生 声音 这么低 我的声音 怎么 那么高 所以 我讨厌我的声音 我想 捶了我的声音 我超级讨厌我的声音 你们能了解 那种感受吗 到了高中 更惨 班上的女生 讨厌我的声音 不断的排挤我 欺负我 攻击我 不是在我的考卷上面 写脏话 辱骂我 就是踢我椅子 踹我桌子 让我每天 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你们能了解 那种被排挤的感觉吗 我不敢去上课 而且 我也害怕 走出去 像其他男生一样 去结交女朋友 我不断的问上天 为什么 要对我这么不公平 把我生成这样 不男 不女 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找不到答案 找不到原因 因此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变得紧张兮兮 只要我开口说话 我就会害怕东 害怕兮 害怕别人攻击我的声音 欺负我这个人 你们能了解 那种恐惧的感受吗 到了大学 情况更糟 在国小营队的时候 小朋友 总是 好奇的问我 你是男生 还是女生 不然声音 怎么那么像我妈妈 我知道了 你是娘娘 天啊 连小朋友都笑我 所以我害怕走出去面对小朋友 到了当兵的时候 我被选为班长 负责带兵 但我的声音这么纤细 怎么带兵啊 不是被兵带 就是被兵整 最后就是被兵笑 我害怕走出去 走不到退伍的那一天 我想我的人生就此黑暗下去 永远被嘲笑下去 被欺负下去 永远抬不起头 但某一天 我接触了演讲会 他们不但没有取笑我 而且鼓励我 要勇敢为自己的声音发声 我看着台上的讲者 各个用他们的声音 侃侃而谈 诉说着自己生命的故事 我告诉自己 有一天 我要勇敢走出去 站在台上 用我的声音 诉说着我自己的故事 但在这之前 我要克服我最害怕的一件事 那就是当国小生的英文老师 为什么会害怕 是因为我的英文不够好吗 不是 是因为我有很特别的声音 常常被小孩子笑 但我告诉自己 要勇敢走出去 于是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 我去了一间英文补习班 担任老师 上课时果然遇到了 我最害怕的事情 但这次我选择奖励 而非逃避 老师老师 你是男的 还是女的 老师是男的 只是声音比较高而已 小朋友 你们学校 也有声音像老师一样的男生吗 有有有 谁谁谁就是 很好笑啊 各位小朋友 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 不一样的声音与容貌 我们要学会包容跟尊重 而不是笑他们 如果是你们可以笑的话 你们也会难过吧 所以我们要用同理心尊重他们 这样懂了吗 我不晓得 小朋友对我的话 能理解多少 但之后的课程 进行的非常顺利 不再有小朋友对我的声音 指指点点 那天结束 我骑着摩托车 边挤 边流泪 应问 应问 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我终于战胜 被小朋友嘲笑的恐惧 勇敢走出去 正好 一直到现在 每当有人打电话给我时 喂小姐 请问贵姓 我会勇敢的告诉他 不好意思 我是林先生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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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说出来 别人就会尊重你 所以勇敢走出去 真好 后来 我渐渐的喜欢上我的声音 有会友告诉我 我的声音具有渲染力 包容力 可以结交许多的朋友 原来 我的声音 才是上帝 给我最美好的创造 独一无二的礼物 以前的我讨厌他 是因为我不认识他 现在的我 因为了解他 所以爱上他 今天 我能够勇敢走出去 站在这个大舞台上面 发光发热 用自己的声音 说自己的故事 这都要感谢 演讲会的朋友 对我的支持跟鼓励 没有你们 就没有现在勇敢的我 其实每个人 都有害怕的事情 但是只要我们 勇敢走出去 就能面对心中的恐惧 只要我们勇敢走出去 就能开启无限的可能 只要我们勇敢走出去 就能成为 自己生命的勇者 现在请荧幕前的各位 跟我一起 勇敢走出去 总主持人 参赛选手三号 方凯贤 最重要的时刻 最重要的时刻 方凯贤 请开始你的演讲 各位朋友 你曾经想过 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 是什么时刻吗 是 喜后领导的那一刻 还是 赞给我吧 求婚成功的那一刻呢 对我人员 我人生中中 最重要的一刻时刻 是 一通电话的时刻 哇 这个活在高中啊 还有联考这个游戏规则的年代里 那个时候 几乎每个同学 下课后 都会留在寝室里 窒息 但我 并不喜欢念书啊 每次下课完 我就会往篮球上跑 放假 我就会往外跑 那个时候 我最常去的地方 就是我外公家 因为 我的母亲 跟我的外公 感情最好 只有去我外公家玩的时候 她不会念我 而我啊 那老是忘东忘西的外婆 总是会不自觉的 把她口袋的零钱 交到在床底 或沙发底下 所以啊 每当我去外公家聊天 聊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会跟外公说 外公外公 我想要向二楼看电视了 东西好的 我不会吵到外婆的 然后 我就会开心的 在二楼的各个角落 搜寻 看有没有零钱 嗯 今天剪到三十人 可以看六本漫画 高中时候 大部分时间 都在玩小的我 一如一期 理所当然的 并没有考到 理想的学校 但我还是选择了一间 北部的学校就读 想说 起码离家园 可以天天往外跑 而那个时候 我还是依旧热衷的 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 以及活动 但我就是不太爱念书 我记得我大事的时候啊 受伤的同学 所以热烈讨论的话题就是 诶 你研究所要考哪间啊 诶 你考试准备得如何啦 诶 大家怎么这么爱念书啊 每当问到我时 我总是为心虚的附和者 有啦有啦有啦 我才准备啦 最后 我还是报考了三间研究所 想说 起码可以梦想一间 是吧 但那个时候 同学间 热烈讨论考试的氛围 的确让我倍感压力 再加上大师的主修 社团的活动 以及乐队的表演 我觉得事情好多 时间永远都不够用 在某一天 我接到我母亲的来电 采采纳 你外公过世了 你回来一趟吧 原来 我的外公 已经生病一阵子了 都是我的母亲在陪伴 但他并没有跟我说 回到家里 我看到我母亲 潮水的面容 红尘的双眼 我 并没有 把我在学校前面对的压力 跟他说 而只是 帮忙处理完外公的后事 就赶着回学校了 我今天就说 表考试的日期 恰巧 是我外公出病的日子 考试的前几天 我走到学校的公共电话亭 我有通电话 给我的母亲 妈 外公告别是那天 我要考试啦 我不能回去送外公 对不起 这样啊 没关系 你好好准备考试 我来处理就好 研究所考试的那天 早上六点 我就起床 坐在书桌前面 下一次的 翻开 参考室的某一页 就这样翻着 翻着 好烫啊 原来是窗外 饥饿的阳光 晒烫了我的脸庞 不知不觉 就已经是中午了 是的 那天 我并没有去考试 原来我 连走书房门 踏入考试的连续 都没有 过了几天 站在熟悉的电话亭 或者熟悉的电话号码 儿子啊 考试还顺利吗 妈 我 没有去考试啦 我也没有去 外公告别试 对不起 我觉得我压力好大哦 我这样子是不是很没有用啊 我的母亲 跟我哭完之后 温柔的跟我说了一句 儿子 没事的 我家里 回到家里的那几天 我的母亲 并没有跟我多说些什么 只是静静地陪着我 但我知道 在那一刻 我在人生的漫漫长流里 溺水了 是我的母亲 充当我的服务 陪伴我度过 最无处的那一刻 在他也失去 父亲的那段时间里 我们互相扶持 互相陪伴 而我最要好的朋友 同时也是我的大学同学 小桥 他个性内向 但却多才多艺 每当所有同学 放假时候 都跑去网卡 打星海争霸的时候 我们两个 最喜欢待在寝室 聊上一整天 弹番吉他 唱唱歌 总觉得啊 未来有无限可能 但当初 收费的没几年 小桥 因为工作压力 以及个性的关系 得了忧郁症 虽然我们不想见面 但只要他想 不如再忙 我都会拨通地方给他 某天我们见面时 他跟我说 凯贤啊 你知道吗 我跟我在家里 翻页醒来 开着门外的窗户 我突然想 如果就这样跳下去 是不是就一了百了了 但我后来想到你们 我赶紧打敲这个念头 然后强迫自己 赶紧去睡觉 凯贤 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会不会觉得 我很没有用啊 盼着他 我脑海里想起 我大事实 我母亲曾经跟我说过的话 然后我对他说 小桥 没事的 我这里 那晚 我对他度过了 男熬一夜 但其实 我也是在疗愈我自己 因为 我仿佛看到我 大事实 自己的模样 只是那个时候的我 已经有能力跟我自己说 我没事了 对我而言 人心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是当我溺水时 身边的人 愿意伸出双手 伸动我的服务 与我紧紧相依的那一刻 正因为 曾经度过那一刻 我才能够理解 他人 溺水时的心情 在慢慢的人心墙流里 请珍惜 曾经陪你度过那一刻的人 以让我们陪伴身边的人 度过 最重要的 那一刻 谢谢主持人 第四位参赛选手 黄冠瑜 甘心就 就甘心 甘心就 就甘心 黄冠瑜 请开始你的演讲 三个月前 我告别彷徨 正式 落入职场 这个产业 工作强度 颇高 常常看到一些同事 盯着阅历 鼠红字 再二十天 就有连降 撑住啊 到时 就能吃喝玩乐了 相信各位会友 都有这样的经验 每当一群人 要吃喝玩乐时 总有人 自告费用 负责 救大家 而且还搞定 几乎所有大小事 这样的人 就是 主 救 大学时期 我担任系上班代 每学期要负责 办导师 和学生间的聚会 私底下 我也常救同学们 出去玩 对我来说 是要大家觉得 救 干 心 那我 救 干 心 救 两周前 我和大学同学 去苗栗玩 在幽静的包斗 民宿内 我们围炉 吃着火锅 配着啤酒 饭后 当然要来点 桌上游泳 再加上 忘情的飙歌 就足以让笑声不断 仿佛回到两年前 还占校园的愉快时光 半两天一夜 小菜一叠 我来揪 大家都轻松 不过 揪 只能是 吃喝玩乐吗 不止 就 让我兑现 与自己 许下的承诺 我的爸妈来自金门 年轻时就来台打拼 我呢 在综合成长 从小 就听他们分享 年幼在金门的 前线岁月 让我对金门 充满 特别的想象 2014 好 是不是我们的参赛选手 段讯呢 有看到我吗 没有吗 看起来要断线 好 那 我们计时员开始 计时三分钟 那请我们的比赛主席 主控打电话给他 看看 咦 冠宇很像还在线上 对不对 好 能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 可以 那 你有备用机吗 可以用备用机连上线 好 我现在听到 好 冠宇现在听得见 我们说话的声音吗 我听到你的声音 可是有点被用 那你手边有备用机吗 有 我在准备 好 那我们等他一下下 好 那目前时间还是多久 计时员 我们目前他还剩过多的时间 不好意思 请再说一次 好 我们目前就是开始计时三分钟 然后看一下还剩多少时间 给到冠宇 你说计时三分钟到现在还剩多少时间吗 就是从技术障碍开始计时三分钟 现在还有一分三十秒的时间 好 那关于再麻烦你抓紧时间 好 好 好 那你有看到我吗 您是用另外一台设备吗 还是 对 没错 好 那你可以打开那台设备的镜头 有打开了吗 对 打开了 哦 好 好 来了 那你可以再测试一下 我们有三十秒的时间 让你再测一下你的麥克风 镜头 你可以把 你的设备放置好 设备放置好 好 好 那我先放 这一台先关掉 不好意思 好 没关系 你可以等一下再关 可以把它 对 好 那你可能就这样 好 能听得见吗 可以听得见声音吗 还是讯号好像有点不好 因为我看目前是显示黄色的 请我们的比赛主席主控帮我打个电话给他 然后裁判长这边我们是不是等他回来 已经给过一次 OK好 时间OK吗 有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 现在可以 那我还可以继续吗 好 裁判长这边 我们是让他就是 刚刚讲到2010年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就把镜头关闭 然后你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 从刚刚被打断 从刚刚开始 我直接继续吗 是的 2010年开始 是的 继时缘请继时 继续 2018年 暑假回金门的旅行社打工 年底又回去 复选一位在地候选人 让我终于能深入欣赏 原乡之美 满腔理想 想不到 不敌社会现实 选战惨遭滑铁路 心情都还没平复 又被双重打击 同乡公然指责我 对金门 你不能知相拿 却不付出 国中同学也业于我 金门那么无聊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我不甘心 我一定要证明 我是归人 我不是过客 我能为金门奉献 于是 如何让更多人 喜欢上金门 成为我沉淀思考的议题 两年后 机会来了 借着参加培训 我早期所有志同道合 想要深入认识金门伙伴 准备要让更多的年轻朋友 看见不一样的金门 同心协力 我们办了五天事业的特色体验营 让二十多位台湾青年 看见对金门惊艳不已 有位学员来过金门四次 从之前的上车睡觉 下诚尿尿 今天去哪里 我不知道 金门还有贡堂 面线 加菜刀 参加完体验营后 他说 原来金门 有自然 占地 闽市建筑三大元素 你们安排上山下海 入坑道探险 太精彩了 如果再开团 我一定揪更多人来 揪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揪了金门朋友的协助 揪了年轻学员来体验 石棵采集 碉堡水弹枪射击对抗 以及废弃坑道探险 等一般观光团 不会有的行程 捕下青春热血的 金门框香去 因为当年的不甘心 而用心去揪 意外让大家都就甘心 后来 只要青盘还有去金门 都会请我安排 因为我能让他们就甘心 对我来说 揪是表达 我很在乎你的最好方式 揪了你 因为你值得我分享 让我们拥有美好的时光吧 各位会有 人际关系是人生的必修学程 揪是里面的必修课 因为揪的核心 最简单的分享 是最纯粹的相聚 想要再更精洁一点 让更多人开心 自己也欢喜 沟通协调与组织领导 更是少不了 如果你愿意去实作 揪这件事 你会发现 它带给你的正能量 超乎想象 一个人走得快 人会倦怠 如果甘心去揪 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会影响深远 关系久远 回忆长远 懂得揪 甘心揪 心灵是富足的 你会赚到起码四亿 有情意 有诚意 有心意 还有回忆 所以 如果问我 如何拥有 心灵富足的人生 我会说 甘心揪 揪 甘 心 主持人 谢谢 静默一分钟 参赛选手五号 黄秀满 我的业务生涯 我的业务生涯 黄秀满 请开始你的演讲 必胜 必胜 我要破蛋 我要破蛋 每当经过补习班 看着准备联考的学生 投绑的必胜口号 就让我想起 我刚进入业务这条路 记得高中毕业 就到学厂当品馆人员 后来升为品馆干部 就在当时 很多传统产业 陆陆续续 外移到中国大陆 只因中国大陆的人力 比较便宜 我们公司 当然也不例外 就在这个时候 我转行到房仲业 正式进入业务这个领域 但对一直在传统产力 又沉默管的我 怎么敢挑战业务这个工作呢 只因我一个要好的大姐告诉我 卖房子可以赚大钱 卖房子可以赚大钱 这个不是我需要的吗 因为每当我回乡下老家 总是看到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在田里辛苦的工作 当然是做到腰酸 背痛 手脚发麻 但他们还是一样 找出晚归 辛勤的工作 看在眼里 我真的非常不舍 所以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会去帮助他们 但改变 对一个乡下女孩子来说 谈何容易 所以当卖房子的时候 很多同仁都 接连成交 但我老师爆弹回来 心里非常的沮丧 压力很大 因为公司 对我们这种爆弹同仁 会要求我们 到公司楼下 对着大马路大喊 我要破弹 我要破弹 要不就要我们穿着运动鞋 到直远 头绑着必胜标章 边跑 边喊 必胜 必胜 我要破弹 我要破弹 要不就要我们站上桌子上 对着大家忏悔 为什么 这个月没有业绩 当时的我真的是惭愧到极点 真想整个洞 钻进去 所以很多同仁就 常常聚在一起 报位说 这什么公司吗 没有底薪 没有劳健保 又不公餐 还要求这么多 我们是不是来做地方 所以 很多同仁都纷纷求去 但我也看到 很多前辈 同事 常常卖大单 赚大钱 我心里想 一样是人 为什么他们可以 我 不可以呢 所以我就每天拜往客户被拒绝 要不客户就说你这个房子太贵了 我要再研究看看 再比较 甚至我想跟一个客户成交 但他又需要晚上的时间才有空 我就利用晚上去拜访他 但他又非常非常喜欢看歌仔戏 我就陪他边看边聊 常常一聊下来就要到半夜一两点 搞到我 不然很喜欢看歌仔戏 后来看到歌仔戏就吓死了 只因为一句话一句话竟然可以唱这么久 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虽然这么多努力 还是徒劳无功 所以我继续过着 没有业绩 被公司严格要求 甚至身上老是没有钱 常常吃着泡面 又要讲房租的日子 这样子我坚持了六个月 我手上的一张合约到齐了 我的屋主告诉我说 他不再让我卖了 他不再让我卖了 他说 黄小姐 这房子已经为卖你六个月 已经把价格一直下调 你还是没有卖出去 我对你已经没有信心了 当时的我进理直气壮的对我的屋主说 谢教授 这房子你不能不让我卖 他说 为什么 我说 这房子之所以没有卖出去 最主要是 整个市场环境不好 买气不佳 更何况 整个台中市 没有一个业务员比我 更了解这个房子 更懂这个房子 所以你不能不让我卖 因为这一番话 碎捕了我的屋主 继续委托我 当我再度把这房子签回来的时候 竟在第二天 顺利成交 当时的我 手上的case竟然陆陆续续一一成交 当时的我 敬大喊 我破蛋了 我破蛋了 我终于可以赚很多钱 我终于可以帮助我的家人了 我真的太高兴了 我真的太高兴了 更高兴的是 我在这过程中 我帮助了很多朋友 得到很多朋友 帮我的客户成家立业 帮他们解决问题 让我自己 财务自由 时间自由 工作自由 我真的很高兴 我选择业务的工作 事实上 在用这条路 让我最大的题目是 不管对任何人 都要真心诚意 永远站在客户的立场 为他们争取最佳利益 凡事坚持到底 努力不懈 成功就是你的 感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参赛选手6号 周雅慧 面对恐惧 面对恐惧 周雅慧 你可以开始你的演讲 晚上十点钟 我拖着疲惠的身体 走上火车 找到座位 开始准备紧接而来 升学考试 hear panic shutter tremble 不然 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油然而生 席卷而来 是狗壁 三十多岁的男子 他的手 正伸进我的制服裙内 我害怕的发抖 不知手措 却伸不住手 也张不了口 我想逃 但全身张硬 动弹不得 我想哭 但所有的泪 全都纠结在我的脑海内 无法释放 我想尖叫 我想喝足 但一切言语 全都冰冻在喉间 无法溶解 我尝试透过眼神 向外界求助 但没有任何人 与我对上演 当时的我就像是一只 被缠绕在蜘蛛网上的小虫 绝望的用微微力气挣扎 却无法挣脱 谷星站要到了 请准备下车 这道广播室救赎 他画破了外界灵 进展我拉回现实世界 此时我奋力起身 瞪了那名男子一眼 然后快速走向另外一个车厢 殊不知他静紧跟在身后 我焦急的越走越快 越走越快 其他火车下一秒就能到正 终于 车门打开 我又跑白敏的速度狂奔下车 车门关闭 将罪犯载走的瞬间 我再也止不住泪水 瞬间跌坐在月台边 放声哭泣 那是我被性骚扰的第一次 但不是最后一次 只是他的影响深远 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 都害怕坐火车 万不得已的通勤时间 我也都会站立 射缩在车门边 独自走在路上时 我会四处张望 一身一跪 仿佛我才是那个变态 当有人接近时 我会身体不自主地往后退 甚至 我的噩梦里都是自己全身被捆绑 丢下铁柜 这样的心境 真正开始好转 已经是四年以后 在一次的公车上 我看到有一名中年男子 猥琐 站立即贴着一个高中小女生 其实我很害怕被注意 但当时 那个女孩眼里的不安与恐惧 我再熟悉不过 于是我鼓起勇气 指着那名男子说 先生 请你愿离他 那名男子居然回我 小妹妹 我啥事都没做啊 此时我怒不可恶 用着全车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喊 我看见你的身体在做什么了 立刻滚 否则我要报警了 那名男子终于离去 女孩的泪水开始沿着 脸庞一颗一颗流下来 我不舍得 递出面纸告诉他 没事了 没事了 那一刻 我理解到 所有人的心 都应该是纯洁的 而我也是 所以发生内心性骚扰 并不是我的错 那不是我的错 那不是我的错 所以女孩 请你擦干你的泪水吧 那也不是你的错 只是我们无法预知 外界会有什么样子的行为 于是我转念了 我开始随身携带 哨子 辣椒水 以防暗夜里需要自保 我开始运动 期待的是跑得更快 我一次次又一次次 在家里练习遇到变态时 该怎么反应 于是在纽约街头 有严厉骚扰的当下 我懂得用英文回嘴 恶心 变态 滚 我其实还记得 女孩当时 对我的回应 是用颤抖的声音 小小声说 谢谢你 我知道 她是在感谢我 将她带离恐惧 但她不知道的事情是 我想感谢她 让我在多年以后 保护 也原谅了 当时那个 无能为力的自己 我深知这世界上 某些程度上 我是不幸的 也是幸运的 不幸的是 我有这些遭遇 导致我多年以来 辗转反侧 提醒吊胆 幸运的是 我有这样的气节 让我开始察觉恐惧 学习去面对恐惧 去理解它 进而战胜它 在这个世界上 有许许多多 不为人知的恐惧 与悲伤遭遇 未被世人揭露 我明白 因此我鼓起勇气 将这段往事导出 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们的感受 你们的经历 都是真实的 请不需要与他人比较 也不用挤着现在 就揭开窗疤 说出口 我只想让你们明白 在那个可以坦然接受的日子 到来以前 你们并不孤单 多么期望啊 有一天我们都可以 免于生活在恐惧之中 但在这样子的理想日子 到来以前 或许 有人需要帮忙时 我们做到那根服务吧 如果有一天 你察觉到身边的人 或者是自己 在恐惧边缘 即将跌落时 期盼我们都可以 温柔地接住身边的人 也接住自己 谢谢主持人 那接下来呢 要进行的是访谈环节 那我想先邀请今天的参赛选手们 打开你们的麦克风跟镜头 跟大家 say hello 打招呼一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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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正 然后凯嫌 秀满 亚慧 惯宇 海明 还有昌正 都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跟镜头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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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海明 海明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那我停止分享 海明 海明在吗 hello 好 看起来他 呃 离开了一下 那我们邀请第二位参赛选手 昌正 昌正 hello 我是昌正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工作人员 还有参赛者好 我是来自于 谈子的丽临中文演讲会 然后 我加入演讲会 大概五年 快六年的时间 那我为什么想要发表 今天这一天演讲呢 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 呃 生意比较特别 然后个性也比较 斯文这样子 所以就是常常就是有时候 被比较不懂事的人会 会欺负我 然后以前呢 我就是很害怕走出去 然后去面对大家 可是后来就是 就是认识了演讲会 然后大家给我信心 给我勇气 让我要喜欢我自己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可以就是透过这篇演讲 让大家学会去包容不一样的人 对 因为我们要学会尊重 这样我们才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这样子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昌正 非常感谢你的演讲 让我们知道每个人其实 呃 会有不同的声音 特别是在演讲会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自己潜藏的优点 那昌正你是来自台中坛子吗 哦对啊我忘记了 我要感谢我就是我的那个教练 那个东俊还有就是佩佩 他们帮我修稿 还有感谢就是那个我们的米逊 特别有跟特莉莎 他们也都帮我看稿这样子 谢谢 好你们的演讲立会时间是什么时候 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哦讲一下哦 就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二周的礼拜三 晚上七点到九点 在盘子的力临活动中心二楼 这样子 谢谢 好 二三七九 礼拜二 每个礼拜 每个月的第二周礼拜三 我们就一次 对 好谢谢 那我邀请 呃 下一位参赛选手凯嫌 凯嫌 方便跟我们 做介绍吗 嗨 明明好久不见 大家好 我是 快速准备一下 我是高友代表 光友高友双鱼出赛 那我的母会是LMAS 然后我现在是 Quiktosinkers Cosmas Club会长 或是Sitec Cosmas Club会员 所以只要大家想要来高雄玩 那就是大家哪个分会 都可以找我 大部分都知道 那我的母会的时间呢 是在一三周的周二 那如果你是家里有空来的话 你可以参加 Quiktosinkers Cosmas Club 是在一三周的周六晚上 那我们高友双鱼会 是在一三周的周日晚上 那我很开心参加 这次演讲比赛 其实 呃 明明有问到说 就是为什么要参加 为什么要参加比赛吗 其实我这次 国语语都有参加 然后我准备了四篇演讲 去赛不赛 我都讲不一样演讲 我觉得 做一个演讲是 审视自己 有没有成长的过程 我都会把以前演讲 拿出来再讲一讲 然后就会发现 诶 我的想法已经有些改变了 所以我很喜欢演讲 那比赛就是 因为我得名就附加 就一个附加的bonus 我觉得还不错 那训练自己的口才 那看看自己有没有进步 那我非常 有荣幸可以听到 其他演讲的人演讲 那有危机处理能力很强的 然后有让我觉得 很胜利其心的 面对恐惧的 亚惠的演讲 那个Alice 你有在看吗 为什么你的影片 公外影片没有邀请亚惠 还有那个海鸣的演讲 其实我听过很多次了 他是全国赛的常客 他每次都会用 很特别的道具 还有唱证 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对 我以前唱歌的时候 都唱陈其生的歌 被我同学叮 说你为什么不唱男孩子的歌 对不对 还有谢谢我们的今天秀满 他真的是给年轻人一个标杆 就是一个应急的精神 冠宇辛苦了 就是危机处理能力很强 那这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 那谢谢大家 很幸运可以参加这次的比赛 谢谢 谢谢冰冰 谢谢你 谢谢凯嫠 我会跟他结识 主要是因为他是台湾南部的公关负责人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南部 拜访我们的演讲会也可以找他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今天全场最淡定的淡定一哥 黄冠宇 来冠宇 请你跟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 淡定一哥 我的笔电呢 我的笔电呢 会不会有 这个刚刚一黑屏的当下 我大概就是先去抢我的笔电 然后把它抱过来 然后后来我比完赛之后 就立马想到了这个配乐 这个配乐是汤姆克鲁斯的 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我从来在各种彩排的自己在家里都没有碰到这种状况 但是我的笔电就在刚刚突然黑屏 然后声音也lag断线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碰到就是要解决他 对 好 那大家好 我是来自申华的教育副会长 冠宇 那这是我的第二十三赛 很荣幸可以 就是晋级到全国赛跟各位高手这样切磋 因为其实我在写这篇稿的时候 应该说我在比会内赛之前 其实在想说要讲什么样的题材 那刚好是在会内赛之前 我就确定找到了我的工作 退伍后的第一份正职工作 那那份工作其实我觉得是在面试的过程中 我觉得主管对我以前的经历 他觉得说 感觉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candidate这样 后来我就想 其实我的个性就是在搞刚刚的呈现里面 也有讲出来就是我很喜欢主修 就修大家 修东修西彷徨的 那只是说 很荣幸就是可以到这份工作 那刚好这个东西 后来想想也可以串进我的演讲题材 跟更多人分享主修的价值 对 那我真的觉得很荣幸 然后也很感谢主办单位以及每一位选手 其实我觉得说抱持一个来观摩的形态 那成绩都讲那个是其次 因为一定可以再进步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冠宇 虽然上天为你关闭了那个笔电的镜头 但是你为自己开了另外一个另外一个频道 好 那我们邀请第五位参赛选手 瘦满 瘦满可不可以跟大家简单自我介绍 谢谢 主持人好 各位工作人员跟参赛人员大家好 我是高峰双语国际演讲会 基本上我是新人 第一次参加这个演讲会 那真的很感谢我们的会长刘雨轩 其实我们有参加过演讲会 那第一次参加很多 比如说美港 还是说应该注意的部分 都是他这样的细心的指导 还有一路这样子陪伴我 这个真的 他这个比赛真的是很荣幸 也很高兴又可以入委到全国赛 真的谢谢大家 那会用这个主题 当初他们要我找主题 我说找主题 那我要什么找什么样子的主题 什么励志的什么 也是说什么样的哲学的 他说不用不用 你要找你自己就好了 找我自己 那我想想说找我自己应该是从我年轻的时候的事情吧 我就把我以前的记忆再把它找回来 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秀满 那我们邀请雅惠 大家好 我是雅惠 我来自于感谢主持星期五TGIF的会员 然后我是去年的大概9月还是10月加入分会的 那这次当然是第一次的比赛 所以其实一切都很紧张 我也没有预想到会到这么后面这个关卡 那原本在讲述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是蛮抗拒的 那我原本当时是想说我就在分会讲完一次 然后这件事情就好了就过了 但其实很多人都鼓励让我知道说 其实我应该要把更多的生命故事分享出来 那同时间也因为TGIF还有我们的姐妹会BTS 他们的会员就在很多次的分会之中 他们的故事其实都鼓励着我 那也让我觉得说 其实可以从文字之中获得力量 那所以我才藉由他们的支援 就是一路走到现在 非常的感谢 再次感谢就是TGIF还有BTS两个分会 所有的成员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的分会时间是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半 在新银安和站5号出口台北市大安区 那在SW56找场地 如果有兴趣的话等一下也可以私讯 把我们的分会连结传给大家 那最后感谢就是各位主持人 还有工作人员还有裁判评审 各位幕后的大家的协助 谢谢大家还有各位委会者 谢谢辛苦了 谢谢 谢谢亚惠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海鸣 海鸣在吗 我在 好那你可以打开麦克风跟镜头 跟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 你来自哪个分会 以及为什么做这个演讲 我来自三个分会 但是我这一次是代表生儿闪耀 也是刚才亚惠所介绍的BTS 那同时我也是感谢主的会员 那我甚至是Alpha的会长 现任会长 我参加Tostmaster的比赛的这个主题 最主要是因为要参加比赛了 不知道想哪个主题 跟所有刚才所讲的选手们都是一样 写了改了又写又改 但是重点来的就是 我们的会友跟我说 你就写一个 你觉得不错的故事 尤其是要特别感谢的是2020年的 中文演讲冠军刘建平 他给我一些建议 说这个故事蛮酷的 他给我这样的发想 我就开始写了稿 写了一个礼拜多 才把它写出来 然后也参加了比赛 其实刚开始参加比赛的时候 是最真实的 你什么东西都自己的东西 也是最好玩的时候 但那个时候你犯的错 你想要讲的事情 就一刷鼓塞给全部观众或听众 这时会友就发出最好的效果 给你回馈 透过每一次的比赛 就像刚才雅惠所讲的 其实就是听到大家的回馈 不断的修正 而且我希望透过这个故事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 我们经过每一次的成长 都会茁壮 跌倒再爬起来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Toastmaster里面 有很多的分会的会友 都会互相支持 然后我真的要特别感谢 是我的mentor 夏宝罗 虽然他听得懂中文 他也会讲中文演讲 但是他跟我讲 Your speech needs intensity 要多一点 强度 我们感谢主跟 生日闪耀 特色的地方就是 强度 他给我鼓励 所以 跟大家讲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 还有所有的人 来参加比赛 真的可以成长 压力 让你进步 让你更贴近 自己内心的自己 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鼓励大家 那我们的分会的活动 感谢主跟生日闪耀 每个礼拜五 你再普通一下 在新一路 如果有兴趣 再害羞的 可以跟我联络 普通两次 好 感谢主持人 感谢各位主办单位 谢谢海妮 确实说的没错 就是大家都是 一路从 自己的分会 然后一路比比比 比到我们今天的总决赛 所以等一下 不论结果如何 大家都是 你们自己的冠军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颁发 看赛 证明 首先 我想先请 大家都先关闭镜头 然后我们留 海明 打开你的镜头 那我这边会做截图 我可以来帮忙拍照 好 那我们请 宁轩 对不对 对 好 那请宁轩帮忙截图 一 二 三 等我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海明 第二位参赛选手 昌正 昌正可以打开你的镜头 好 好 准备好 一 二 三 稍等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 第三位参赛选手 凯贤 请凯贤打开镜头 有打开 好 一 二 三 稍等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 第四位参赛选手 冠鱼 嗨 一 二 三 稍等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 第三位参赛选手 秀满 秀满可以打开镜头 有 好 好 一 二 三 稍等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好 第六位参赛选手 雅惠 嗨 我看不到自己 我看一下 好 我有看到 有了 OK 好 一 二 三 稍等一下 有的 谢谢 谢谢 谢谢明轩 以及所有的参赛选手 那在我们颁发前三名奖状之前 我想要确认有人要抗议吗 有的话 请跟我们的比赛主席顶元 或者是我们的裁判长提出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将主持棒交还给我们的比赛主席顶元 大家好 哇 今天的比赛真的非常的刺激紧张 然后我也很感谢所有的参赛选手 就是一路坚持到最后 那那个也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冰冰 在今天整场的主持 表现出 临危不乱的一面 那 今天这个危机处理是下了一生的看 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结果 我来颁发我们今天的前三名 我用我的另外一个账号 去做分享一幕 我们现在颁发国瑜比赛第三名 第三名得奖的是三 二 一 我们恭喜黄冠宇选手 恭喜冠宇 Oh my God 拍照 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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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站好站好拍照 一 二 三 等我一下哦 等我一下哦 有 OK 不好意思 我插播一下 因为我刚才忘记先跟大家说明我们今天比赛的状况 就是我们这次六位比赛我们有一位的演讲者有超时 我再先这边补充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颁发我们的第二名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颁发我们的第二名 国瑜演讲比赛第二名 国瑜演讲比赛第二名 海鸡 海鸣 海鸣 好 有 好 等我一下哦 来 三 二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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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那个 先先先不要聊天 先不要聊天 让我拍照 一 二 三 等我一下哦 有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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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国瑜演讲比赛第一名 得奖的是 好紧张 好紧张 三 二 一 中亚会的凶手哦 恭喜 谢谢 恭喜恭喜 好 等我一下哦 看镜头 一 二 三 等我一下哦 先等一下 等我一下哦 三 二 一 好 等我一下哦 有 谢谢 恭喜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的 国瑜演讲比赛 算是 到一段落 那我们谢谢 今天所有的工作人员 以及我们的评审 谢谢你们的参加 那 那最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奖状 我们会另外私下再发送 谢谢大家 我们需要进行全体大合照吗 麻烦大家开 能开镜头的开镜头 裁判不要开 平审 裁判不可以开哦 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拍照员可以要 请问可以要分几次可以拍完 哦 因为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开镜头 所以我一次就可以拍完了 好的 那请大家看着镜头 参赛者们 哦有 秀满要开镜头吗 秀满要开镜头吗 然后我们的七十元也可以 我又有秀满回来了 计时元 计时元可以露脸吗 我不确定 计时元可以 好 计票员不行哦 好计票员不行 OK 好 昆翰你想要露脸吗 好 那我就来拍照哦 大家看镜头 今天的赞不赞呢 赞 好 一 二 三 等我一下哦 好 然后要再一张 大家可以比个啾咪 辛苦今天的工作人员了 啾咪 一 二 三 好 等我一下哦 OK 谢谢大家 耶 祝大家有美好的周末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